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和钱谁更重要呢 为什么 钱 不能靠男人 要靠自己 钱很重要 因为 有钱了就有男人了 钱 钱可以买男人 男人重要一点吧 因为男人可能也会挣钱 好男人重要 好男人可以帮我赚钱 那我觉得情更重要 男人可以再找的 钱 男人不一定有钱 钱 钱会让你开心啊 钱不会让你不开心啊 但是男人会啊 钱更重要吧 因为你有钱了男人都会找上来 男人吧 因为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努力 然后也可以赚钱 为啥 因为自己发展能更好了 对大家都好吗 两个差不多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都可以自己去得到 我喜欢一个人加钱 为什么 因为男人 不靠谱 男人吧 因为我觉得 就是大家肯定会说 你肯定要找一个有潜力的人 而不是说要找一个有钱的人 如果是好的男人的话 男人比较重要 为什么 因为钱会花光 好的人就不会走 当然是男人了 我觉得有男朋友是很温暖的 钱不能给我温暖 我一开始的话毕业啊 我是觉得 对于我来说 感情是最重要的 对可能我把感情是放第一 但是可能我经历过 几段感情以后 我觉得有时候女生 也要把更多的时间 投放在投入到你的工作中 请关注妹子有话说 我在这里等你哦